世界卫生组织明定每年5月31日为世界无烟日 强调使用烟品所造成的健康风险 呼吁各国共同努力禁止烟品的非法贸易 撕烟是未取得许可执照而产制、输入 或输入未向海关申报、逆报、短报的烟品 而裂烟则是超过烟害防治法锁定尼古丁或胶油最高含量的烟品 因为未经许可产制输入的撕烟除了来源不明、标识不清 若内含过量的尼古丁或胶油对健康的危害更大 同时价格低廉的非法烟品还会造成政府税收及健康福利捐的损失 不仅影响以价质量的效果 也会影响各项重大卫生福利政策的施行 如果你发现可疑不法烟品 请拨打免费检举专线0800-867-890 极客行动拒绝撕烟